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看我的黄瓜苗 都已经长了这么高了 而且明显就是营养不良 叶子已经有点发黄了 育苗的时候 我这个杯子里面的土 是一点肥都没有的 所以说它长到这么大的话 肯定是会缺肥的 这个季节因为温度比较高 育苗的话它非常容易土长 看这棵就已经是 长得太长了 没有支撑所以它就倒掉了 我今天要赶紧把它给移栽了 这些苗都太干了 稍微给它浇点水 再去移栽 我上一季的话是一排种了四颗 这次还是一排种四颗 我先挖了三个坑 最边上这个等一会再挖 我把坑挖的比较大 是为了要给它买点底肥 上一季种黄瓜的时候 我只是在土里面稍微拌了一点菜子饼 没有加底肥的 这回给它加点底肥 这是菜子饼和豆渣 一块发酵的 这些是羊分 我这次放了底肥了 在黄瓜接驳以前 我都不会再给它追肥了 这底肥放的有点多 放上底肥之后 把这个底肥跟土稍微混合一下 把它拌一下 拌了之后上面再给它盖一层土 待会再来种黄瓜苗 那个苗一定不能接触到肥料 刚开始的时候 先把这个坎里头给它浇点水 昨天晚上其实下了半夜的雨 这个土还是比较湿的 放上肥以后浇点水 一个坎里一般情况下只种一颗就好了 把这个土稠整个儿一起种下去就是 我这个苗有多的 暂时这个两颗的我也给它直接种下去 下雨来了 我看了最近的天气可能又要下好长一段时间 以后半个月的天气都是下雨 所以就这样子种好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吧 雨下雨下大了 我得收拾收拾回家了 我是封信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